今天早上 休斯顿北部一家存放船只和旅行房车的仓库失火 幸亏消防队员及时感到灭火 损失不是很大 请看本台记者黄美子的报道 今天早上5点15分 在休斯顿北部的A Safety仓库 一名男子点着燃烧的蜡烛在仓库内清理东西 不幸的是 蜡烛倒下了 引起了火灾 这个仓库是专门存放船只和房车的仓库 那里没有电 没有灯 没有网络连接 所以只能用蜡烛或者手电照明 火灾发生以后 消防人员迅速赶到 但那个仓库不光 没有电 而且没有水源 消防队员只好从附近的分水岭取水灭火 消防局紧急出动了4辆灭火救护车 并运取7台发动机和抽水泵 抽取了大约7000加仑的水来灭火 火势很快被控制并熄灭了 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 这个仓库里面存放着建筑设备 房车 汽车和其他高价值的物品 索性只烧毁了6艘船 10艘房车和一些建筑设备 损失不是很大 10艘房车和其他开工